王雪梅出生在1956年,曾经担任中国法医学会的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主任法医师。 他1970年入伍,1973年开始从事医务工作,1983年正式开始法医生涯,至今已经30多年了。 他师从著名的法医专家胡炳卫和刘明俊夫妇,都是全国著名的法医专家。 和其他女生一样,王雪梅起初最害怕法医两个字,不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路过刘明俊教授的一堂讲座,使他彻底的改变了对法医的看法。 从那次讲座以后的第二天,王雪梅就走进学院病理解剖大楼,找到刘明俊和胡炳卫夫妇,要报考他们的研究生。 自此以后,王雪梅就疯了似的拼命的看书本,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只给自己留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最终,他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取了胡炳卫教授的研究生,成为了法医系唯一的女生。 王雪梅说,面对尸体,我经历了一个先是恐惧,后是畏惧,再是敬畏热爱的过程。 后来,30岁的王雪梅研究生毕业,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公安部都向他发出邀请,考虑再三以后,他选择入职最高检察院,成为了最高检察院的第一任专职法医。 巧合的是,王雪梅当时正怀着孩子,是挺着大肚子到单位报到的。 所以,看到王雪梅挺着这么大的肚子,有不少人都议论纷纷,认为他是靠身体才上位的。 为了回击质疑,王雪梅直到临产期的前八天还在做尸体解剖,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1995年,由于十分出色,王雪梅获得了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此后的二十多年来,王雪梅组织并承担了数百例省级检察机关送检的重大依难案件的法医学鉴定,代表检察机关参加了近百例重特大依难案件的法医学检验鉴定工作。 光他亲手解剖的尸体就有六百多具。 王雪梅的工作和普通的法医不同,他有着巨大的压力。 因为送到王雪梅这儿的尸体,大多都是来自重大疑难案件的。 按照同事的说法,这些案子,一是死得不明不白,经过很多人检验,仍然找不出死因的。 二是检察机关自身案件,监狱非正常死亡案件,或是国家公职人员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件。 三是通过文证审查,发现有漏洞,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重新鉴定的案件。 这三种案件都容不得有丝毫的差错。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加上王雪梅始终坚持自己的办事原则和方式,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与这些案子有关的人。 这些人里有的是豪强恶霸,也有的是贪官高丽,所以王雪梅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恐吓与威胁。 因此他与领导同事同行,他们的关系也都是渐行渐远。 曾经有一件疑似丈夫杀妻的案子需要查证,警方对尸体初步查看以后认为, 死者是心脏病导致缺氧窒息而死亡。 但是随即就有人反映,死者的丈夫似乎有外遇。 在了解案情之后,王雪梅凭借以往的经验,认为死者的丈夫有重大嫌疑。 于是王雪梅亲自对尸体进行了法医学鉴定。 死者体表也跟报告上写的一样,面色发轻,嘴唇和手指甲,脚指甲都发紫,这并不算是太反常。 王雪梅想了想,用镊子翻开了死者的眼瞼,仔细查看。 就是这个细心的检查,他发现,在死者眼睫膜上,有一个比针尖稍大的出血点。 而根据这个出血点,就可以判断出,死者十有八九是死于机械性窒息。 而机械性窒息就意味着死者是被人勒死的。 最终,在科学的证据面前,死者的丈夫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了是因为外遇,把妻子给掐死的事实。 另外广为流传的一个案子,是王雪梅通过断裂的蛇骨,证明了一个死去多年的人,是他杀。 在当时的鉴定现场,王雪梅趴在腐烂的尸体上反复摸索,直到捡起了一个比区别针大不了多少的U型蛇骨。 就是这块蛇骨,让警方查清了案子的真相。 王雪梅的技术其实并非是中国第一,只是属于一流水平,而他之所以经常被别人议论和非议,只是因为他强硬的刚正不恶的性格。 王雪梅在法医生涯中经常受到同行的攻击,原因就在于他坚持科学的鉴定结果,从来都不讲什么人情。 王雪梅当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后不久,某个省城负责侦破案件的刑警队长抓获了一名嫌疑人,但在积压审查时,嫌疑人突然就不明不白的死亡了。 而王雪梅的任务就是查明这个嫌疑人究竟是因病自然死亡,还是刑讯逼供导致的。 那如果是刑讯逼供致死,这名刑警队长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结果,王雪梅的检验结果就无情的显示,犯罪嫌疑人遭受了刑讯逼供,是被长时间拳打脚踢后,心脏骤停而死的。 由于负责这个案件的刑警队长是个赫赫有名的破案能手,关系面也非常广,所以很多人都来求情,连公安局局长都打电话来让王雪梅手下留情。 其实从内心来说,王雪梅很同情这个曾经优秀的刑警队长,毕竟当年对于重大刑事案件一般是都会刑讯逼供的,打死人也是难免的。 但是王雪梅还是只稍微犹豫了一下,就做出决定,不能让自己的手下有一个冤魂。 在王雪梅朗读鉴定结论,认定是刑讯逼供导致嫌疑人死亡之后,这名刑警队长从检察院三楼跳下来,自杀而亡。 为此,众多同事都对王雪梅冷嘲热讽,可他仍然是不为所动。 王雪梅性格固执强硬,从来不屈服于压力。 1993年,王雪梅竞聘最高检技术局的法医室主任,当时政治部领导找他谈话,对他说, 雪梅啊,组织上对你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是生活太奢侈,每天穿的衣服和经济上不相符。 王雪梅听了这番话,立马就翻脸,破口大骂。 至于骂的是什么,脏字连篇,咱们就不明确的说了,这个字眼毕竟不好听,大伙估计也都能猜到。 不过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王雪梅就赌气,做了13身旗袍,每天换一套,但最终他还是凭借自己超群的能力成功的当选了。 这就是王雪梅,一个刚正不阿的女法医,但越是这种强硬固执的人,就越容易遭受非议,这也导致了他后来因为马越案件一气之下,主动辞职。 说完了王雪梅,我们回到马越案件。 王雪梅通过对尸体进行反复分析,对我们在上期最后提到的在马越尸体上发现的各处不明伤痕,提出了几种可能的猜测。 那下面我们就对照上期末尾提到的六点疑问,来讲解一下王雪梅对这六点伤势的猜测。 首先他认为马越耳部的轻微的烧伤,是马越之所以坠落地铁轨道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 王雪梅推测,当时马越正在打电话,突然遭遇了空中的高压电弧。 这种空气中的高压电弧并没有通过心肺,只会造成局部的烧伤。 可是不巧的是,这个高压电弧虽然杀伤力不大,但是他偏偏击中了马越的头部,让他失去了意识。 于是,就像当时两个目击者看到的那样,马越直挺挺的就掉进了地铁轨道。 这个说法,听起来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只是空气中为什么会有这个高压电弧,目前难以下定论。 第二点,从尸体紧握手机,左手插在裤兜里来看,他显然在当时没有遭到败力打击,更不可能是自杀。 如此看来,还是可以在侧面证明是遭遇了高压电弧,突然产生昏迷,才导致的这一系列事件。 所以,马越在当时瞬间失去意识,跌入轨道,连姿势都没有变。 这也可以排除马越自杀或者被他杀的情况。 不过,这个电弧需要注意的是,他远远的不致命,只是导致了马越昏迷。 通过对马越尸体上的电伤分析,马越身高一米八三,轨道高度仅有一米,而马越头部没有严重的伤痕,伤痕大多都集中在左侧,说明他是以一个侧卧的姿势倒下去的。 这些特征都显示在尸体上,就是右鞋底较为均衡分布的新鲜的黑色印痕,左鞋底仅集中分布在外侧边缘的新鲜的黑色印痕。 坠落时依然插在裤兜的左手,并且食指中指无名指,低指节表皮擦伤。 左耳线条状表皮擦伤,以及与左耳擦伤处在同一个平面的表皮擦伤。 另外,还有左面部的黑色痕迹,还有马越的左肩部,左臂都有刻伤。 这一系列的伤痕,显然都是不致命的,也恰恰都表示马越应该是一个侧卧的姿势倒下去的。 那此时,马越应该以侧卧的姿势倒下,距离地铁轨道的高压电还有一定的距离,电击此时是比较弱的,还不会立即致命。 那么正常来说,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紧急关闭地铁电源,然后进行抢救。 不过,下一点显然说明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点。 在尸体右下颌,有一个明显的伤痕,长达三厘米,流血很多。 对于这个很大的伤口,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这是马越在掉进轨道时磕碰到硬物所造成的。 可是这种说法却遭到了王雪梅的极力反对,他认为单纯的磕碰不可能形成这样的伤口。 根据王雪梅的说法,马越右下颌的伤口绝对不是在跌倒撞击硬物时可以形成的,而是一个钝器导致的伤口。 为什么这么说? 王雪梅说,磕碰伤是一个减速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外倾内重,外表皮可能还没破,里面的骨头就已经断了。 而马越的这个伤口正好是相反的。 根据流血量和伤口痕迹的大小以及方向,王雪梅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胡乱施救的痕迹。 他认为可能当时地铁的司机或者其他员工发现有人跌落,于是在惊慌之下,那个人立即取来了绝缘操作杆,对马越的身体进行搬动,试图把他捞出来。 但是,在搬动过程中,因为操作不当,这个打捞工具重重地戳在了马越的右下盒上,反而把他给戳伤了。 同时,这个不成功的救助,也并没有把马越成功拉离轨道,反而让他从原来的左侧卧变成了背靠轨道墙壁的坐姿。 而轨道的高压垫就在墙壁下方,这么一拉,就把马越从距离高压垫比较远的位置,变成了屁股直接坐在轨道上面,直接触电了。 于是,在最多十几秒内,马越的心跳就停止了。 而此时施救的人也慌了,他慌忙松开打捞工具,于是本来不流血的下盒开始流血, 变成了人们所看到的样子。 第四点,王雪梅认为,马越左侧腹骨沟部位的烧伤,就是从侧卧变到坐姿的过程中,电流穿过臀部背部,从腹部流出,所以形成了这个明显的电烧伤痕迹。 但在此后的短时间内,地铁就断电了,所以马越的衣服,甚至内裤,都没有明显的烧毁和损伤。 那么至此,王雪梅的推测,也大致就有了一个框架,我们来前后的捋一捋。 首先,马越在起初是被不明的电弧击昏,落到轨道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死亡。 而后来,正是因为施救者救护不当,反而把马越拖到了高压电轨上,导致马越在极短时间内心脏骤停。 这就是王雪梅对马越死亡过程的一个大致猜测。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可能注意到还有一个疑点。 我们在上期末尾提到过,尸检发现马越的肺部比正常人大了一倍。 那马越的肺部为什么在死后会变得如此之大呢? 王雪梅说,其实原因也不复杂。 虽然被高压电电机导致心脏骤停,但是当时马越的器官并没有立即死去,反而在进行激烈的应急反应。 心脏与肺脏在突然遭到电机导致麻痹的状态下,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拼尽全力的对抗死亡,试图来救活身体。 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此时急救医生赶过来立即抢救,还是有救活的可能的。 不过,当时的急救人员显然没有电机致死方面的抢救意识。 他们认为电机时间已经有23分钟,已经将近半个小时了,新电图又是平的,那马越肯定是早就死了,所以也就没有抢救。 自然,这不属于故意杀人,属于急救不当。 所以王雪梅认为,急救人员犯了常识性错误,没有就地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的复苏抢救。 他表示,即便现场没有电除颤器械,施救者也可以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除颤,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用手握空心拳头,在病人心前区捶击两次,如果没反应,可以再捶击两到三次。 那总而言之,面对电机猝死的人,急救人员要做的就是争分夺秒的施救,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做什么心电图检测。 而且,即使心电图提示使心跳停止了,一般对于电机者,也绝不能轻易的放弃心肺复苏的实施。 那么到这儿,肺部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我们现在又发现,除了肺部的问题,最后还有一处伤痕,最不能理解。 马越左肩臂及背部的大面积组织被烧焦烫化,左侧卧位有磕碰伤,以及臀部腿部形成的擦伤痕迹。 这些所有的伤痕,同之前的分析,是完全不相符的。 尤其是左肩臂及背部大面积组织被烧焦烫化,这根本就说不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说背部的电机如此之厉害,以至于都烧焦烫化了,那为什么马越触电致死的臀部和腹部没有严重的烧焦痕迹呢? 反而是背部和肩部出现了如此严重的伤痕呢? 而且急救人员也明确表示,在他们来的时候,马越的背部是没有严重烧伤的。 那既然如此,这些痕迹又是怎么来的呢? 又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理解。 王雪梅认为,这是一个在马越死后有人故意造假的痕迹。 他认为,也许想要帮助马越的人,意识到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害怕被追究责任。 于是,有人又把马越重新的丢进轨道,让他以一个仰卧的姿势躺在了两条高压线上。 那此时马越就成了一个灯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背部就被严重烧伤了。 所以综上所述,王雪梅认为,马越死亡的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马越进入地铁,在等车的时候,突然遭到了不明的电弧电击,整个人瞬间昏迷。 当时,手还在兜里,就直挺挺的掉进了轨道。 此时,旁边两个目击者目睹了这一切,并且立即告诉了地铁的职行人员。 这个时候,马越是以一个侧卧的姿势躺在轨道里面,左肩部,肘部有轻微跌伤。 但由于此时距离高压电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电击并不严重,也并没有立即致命,只是处于昏迷状态。 之后,就出现了一个穿着绝缘鞋,手里拿着绝缘操作杆的人。 他发现马越跌下去以后,用力勾住了马越颈部,想把他拉出来。 也或者是想让他远离高压电,总之他的动机是好的。 可是,他却不小心操作失误,反而把马越从远离高压电的侧卧姿势,拉成了直接坐在高压电上的坐姿。 于是,马越在高压线的强烈电击之下,仅仅十几秒就心跳骤停。 那此时,这个救人的人,他就慌了手脚,急忙松开打捞工具。 但此时,打捞工具的一头已经戳伤了马越的下额,随着工具抽开,血就流了出来。 但是,血流了没有多久,由于马越心脏骤停,血流就停止了。 此时,马越的心脏也已经不跳动了。 再之后,地铁才彻底断电,急救人员赶到。 此时,马越虽然心脏停跳,但是身体器官都还没有完全死亡,如果抢救及时,也许还能活过来。 不过,急救人员再一次操作失误,他们也不知道马越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认为他已经触电23分钟,不可能还活着。 随后,急救人员就认定马越死亡,离开了现场,现场也随之被封闭了。 就在现场被封闭之后,这时候,有人认为之前施救出了问题,怕被人查出来。 所以,他基于掩盖马越尸体的情况,就又把马越给扔回了轨道,并且开通了电流。 这一次,马越是以仰卧的姿势被扔到了轨道里,这就造成了马越背部等地方的大面积的烧焦烫花。 而所谓的录像丢失,怎么可能如此之巧呢? 一般认为,就是为了演示期间的抛尸进行二次电伤的过程。 以上,这就是王雪梅对马越整个的死亡经过的猜测。 王雪梅的这一番猜测,处处都透露着一股阴谋论的滋味,这引起了很多群众的关注和支持,对地铁部门的声讨接连不断。 不过,前后两次鉴定的人员却并不认可这种说法。 一些阅读过马越案法医鉴定的法医界人士表示,他们对王雪梅的质疑并不认可。 从尸检报告上对伤口的描述来看,马越右下河的伤口在跌倒撞击硬物时,其实也是可以形成的,不一定就是被工具所勾破的。 至于马越伤口中电流的入口与出口,由于是高压电机导致的伤口,确实是比较难判断的。 如果需要鉴定,也要进一步的结合现场情况来看。 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所答复的无法判断,未必就是不公正的鉴定,反而可能是一种更严谨的说法。 的确,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王雪梅的猜测,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他的观点大多没有明确的证据,基本都是推理和猜测。 其次,在王雪梅的说法中,那个试图救马越,反而害死了马越的人,当时的目击者都没有看到,这也就说明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最后,按照王雪梅的说法,他的推论中,这个时间顺序,应该是马越先跌进轨道,然后某位员工救助失败,并且搞砸。 之后,轨道电源关闭,急救人员赶到,急救人员判定马越死亡,并且离开。 再之后,有人为了造假,再次把马越丢进轨道。 现在,我们回想在上期开始时,我提到的两点,让大家注意到的两点。 如果马越的这个推测成立,那么从我们现有的资料来看,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消失的视频应该有两段,不止一段。 第一段,是某位员工救助失败,并且搞砸。 第二段,是急救人员走了以后,有人为了造假,再次把马越丢进轨道。 对于这一点,是否满足,我们现在不清楚。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警方来的时间,必须是在急救人员离开之后, 否则地铁员工就没有时间造假。 这一点是否满足,我们也不清楚。 在上期开始的两点当中,我们也提到了。 所以,王雪梅的推测,到底成立不成立,合不合理,我们也不好确定。 王雪梅的说法在提出之后,官方法医的鉴定结果,同王雪梅的,肯定是完全不同。 这我们也是知道的。 而且很多法医界人士,也都不认同王雪梅的推测,反而来抨击他的观点。 的确,由于性格作风等方面的原因,王雪梅一直是其他同行排挤的对象。 但对于自己的推论被众多同行反对这一点,王雪梅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王雪梅说,我从不和组织对立,遵纪守法,但是我是职业法医, 如果组织的纪律约束了我行使法医的属性,那我会考虑其他方式。 在事发三年后,马越案件始终没有定论。 2013年8月,女法医王雪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 名为《王雪梅质疑中国法医学会并发表郑重声明的辞职公告》, 并同时宣布坚决退出中国法医学会, 声称对中国法医队伍的现状非常失望,甚至是绝望。 他对2010年马越死亡的鉴定结论提出质疑, 王雪梅在声明中说, 在马越这个案子,中国法医学会出现了这样一个鉴定结论, 对我来说,作为中国法医学会现任的副会长是零容忍的。 所以,我不仅要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这样的一个职务, 而且我要退出中国法医学会, 我从此以后坚决不参加中国法医学会组织的任何活动。 此时,在理论上来说, 王雪梅其实还保留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职务。 不过随后,最高检察院方面发表声明说, 王雪梅自2013年6月起已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职务。 那这个声明等于告诉大众, 最高检察院已经把他给免职了。 由此,王雪梅就失去了法医鉴定的资格, 随后他就开始以一名普通北京市民的身份对马越案件发表意见, 他也无法继续作为法医来支持马越的案子。 王雪梅说, 中国法医队伍令人感到失望甚至绝望, 因为我们每一个法医都是牺牲品。 为什么? 他们被权力绑架了, 不得不做一些特别愚蠢的事情, 最终成为历史的替罪羊。 王雪梅呼吁人们理解法医的难处, 因为法医也要生存。 具体到马越案, 王雪梅认为这绝不是唐成汉一个人能够左右的, 但中国法医学会必须承担错误鉴定的责任。 当然了, 王雪梅的这一番说辞是否真的是实情, 咱们不知道, 咱们不了解王雪梅, 也不了解中国法医学会, 这里边的道道还有很多, 我们也不能妄加定论。 自2007年开通博客以来, 王雪梅积极地介入各个公共案件中, 甚至主动披露了竖起, 涉嫌最高检察院的冤假错案。 在2013年, 他因为分析一名原高官的妻子投毒案件, 而导致博客被封。 我绝不以助人为乐, 但我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人, 只要你找到我, 我一定会倾听, 并给出自己的专业意见。 这是王雪梅的一番话, 他也声称, 关于马月案, 他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不会再坚持这个案子, 会放下。 直到今天, 马月案件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官方的说法和王雪梅的说法, 哪一个是对的, 我们也不好分辨。 我所能告诉大家的, 目前因为案子还没有尘埃落定, 马月的遗体仍然没有案葬。 我想说, 无论如何, 死者是无辜的, 请让他们早点。